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气神是人的三宝 精气神在则福气在 而且还会越聚越多 精气神的好坏与内心的欲望息息相关 所以古人说寡念养性 减少不必要的思虑可以修身养性 什么样的心就会有什么样的福与祸 正如佛家所言 万般皆由心 祸福由心造 康熙 庭讯格言也说 命由心造 福由己求 正所谓是 善恶报应如影随形 福或无门 为人自招 心若不动 必立千任 无欲则刚 心移动 欲念翻腾 或是也接踵而至 如何做到人生好福气呢 就是要减少各种欲望 一个人 身上越来越有福气 往往会有以下这三种迹象 人生 有这三种好福气 看你会享受不? 一 腹中食少 可享幸福 哲学家舒本华说 生命是一团欲望 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 痛苦便无聊 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其实 人在满足完欲望后 不仅会感觉无聊与痛苦 还要为贪图享乐而付出身体上的惨重代价 疾病 而且这种伤痛是不可逆的 很难修复 正如《醒心杂严》中所讲 口腹不洁 至极之音 念律不正 杀身之本 人若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乱吃东西 就是导致疾病的原因 人若是管不住自己的大脑胡思乱想 就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火 康熙在《家训》中告诫子孙 节饮食 肾起居 食却病之良方 节制饮食 严格起居 实在是消除病痛的良方 说白了 康熙就是要子孙学会自律 首先从饮食起居做起 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从而保证身体健康无病 康熙帝八岁登基 十四岁亲政 在为六十一年 活了六十九岁 因此她的话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中南山院士八十四岁了 看起来很年轻 充满活力 她多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的养生长寿秘诀 不要吃得太饱 特别是晚饭 由此可见 我们现在不是缺营养 而是营养过剩了 管住自己的嘴巴 尽量腹中食少 便可保身体健康长寿 好福气不请自来 老话说得好 并从口入 我们若能管住自己的嘴巴 克制食欲 尽量腹中食少 可保健康的好福气 二 口中话少 可享红福 鬼谷子先生说 口者 心之门户也 心者 神之主也 至义 喜悦 思虑 至谋 此皆由门户出入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语中 去分析判断这个人内心在想什么 以及他的性格等品性 虽然说话不能完全代表 一个人的真实意思 但却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最后给自己带来祸患 因此 古人告诫世人 处世借多言 言多必施 祸从口出 老子在《道德经》中告诫人们 多言数穷 不如首中 鬼谷子在《鬼谷子》一书中也说 言多必有数短之处 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家人 古言凶德至败者约有二端 约长傲 约多言等等 这些先哲圣贤的真言 都在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多言容易招货 要管住嘴巴才能少祸患 可惜 话多是人类的本性 一而再再而三 仍然有不少人因为多言而招货 刘邦问韩信自己可以带兵多少 韩信说 大王最大只能带十万 但是韩信说自己带兵是多多益善 言外之意 刘邦带兵打仗不如韩信 刘邦当然很不高兴 最终 韩信也为自己的功高震主 加上言多必失付出了惨重代价 被诛灭三足 杨修总是喜欢在曹操面前显摆小聪明 不应该他说的话 他总要喜欢站出来显摆 虽然他留下了几个经典故事 猜字迷 阔字迷 何字迷 鸡肋之事 但也终究是逃不过被曹操铲除的命运 一个企业家说 很多年轻人有自己目标 比如想做首富是对的 奋斗的方向 但是最好先定一个小目标 比方说我先挣他一个亿 事后他也被另外一位企业家狠狠打脸 动不动就搞个小目标就挣很多钱 这是毒害青少年 青少年还得奋斗 金钱至上的社会中 你还能刨出一种精神来 我觉得这才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一位明星在直播时傻乎乎地说了一句 什么是织网 因此被质疑博士学位论文造假 随后 其本人微博留言称在开玩笑 但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 此事也很快导致该明星人设坍塌 他的博士学位也随即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 所以说真正聪明的人大之若愚 少说话 避免祸从口出 这才是留住人生好福气的重要方法 三 身上事少可想轻福 南淮锦大师说 世间功名富贵是很难得的 可是另有个福报更难得 就是轻福 非多生累劫好好修行是不能得来的 轻福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也是人生的终极幸福 何为轻福呢 用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话就是 智虚 急 守静度 万物并坐 无以官复 我们要尽力使心灵的虚迹达到极点 使生活清静 坚守不便 万物都一起蓬勃生长 从而考察其往复的道理 一个人要想到达守静的状态 关键是要省出宝贵时间和精力 少去招来是非 做到无事一身轻 不贪名利 淡薄以明智 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知道享受轻福 就会知止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最终修炼出大智慧 所以说 静还是一种大智慧 静能生慧 静能开悟 静能正道 福莫福于少事 祸祸祸于多心 人生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没有无谓的牵挂 而最大的灾祸 莫过于多心猜忌 只有每天辛苦忙碌的人 才知道无事清闲的幸福 只有心宁气贫的人 才知道多疑多劳的祸害 世俗之人 喜欢为了名利而绞尽脑汁 心力交瘁 殊不知 为善者身上事少 常常受福 为利者贪得无厌 欲喝难甜 常常常受祸 因此 古人说 心安为福 心劳为祸 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啊 一个人只要产生一个善念 即使还没有去付诸实践 吉祥之神 已在陪伴着他了 如果他产生了一个恶念 即使还没有去作恶 凶神已经跟上他了 我们要想人生多福气 先要修心与省心 把人生问题想明白想透彻 再去做人做事 便会事半功倍 逢凶化吉 避灾就福 一个人身上越来越有福气 往往会有这三种迹象 时少 化少 事少 而这也是人生的三种 好福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